我不是第一次打選戰了 台灣幾個文化是非常有趣競選 每幾年對不對 就會有選舉 然後那個馬祖繞境 這個都是台灣非常有趣的一種 這種集體 大家都在做一件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為沒有去大家就不會一起來做 今天在這裡正式告訴大家 我接受過台平先生的邀請 搭檔參選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媽你別鬧喔 人選之人賴佩霞好忙啊 陪郭董拼總統還要搶金鐘 現在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賴佩霞女士入場 不敢相信啊 這是擴增實境秀嗎 郭台銘攻心記選在金鐘獎 公布入圍日 昭告天下 航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中 飾演總統的藝人賴佩霞 當他的副手 人家也真的入圍了最佳女配角呢 想必他精湛的演技 是出現主因之一吧 從2016年一立一休政策 開始實施 我看到原本生意興隆的老店 鐵門一家一家拉下 賴佩霞闡從政動機 一山用哽咽動之以情 信手拈來 可能因為的支持的候選人不一樣 就彼此放話攻擊 最後連朋友都做不成 這叫那些不懂金融操作的年輕人 何去何從 我們都還記得之前柬埔賽的事件 接著就出現金鐘欠他一座 最佳女主角獎的實力展演 因為經濟環境不佳 我們無能為力把孩子留在身邊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骨肉 在外面受欺負 加油 這是第二季人選之人嗎 好好看哦老天爺 60歲賴佩霞出馬全島震盪 首當其仇女兒謝佩恩和媳婦隨堂 都說事前不知情 政治總是敏感 一律說不知也是明哲保身之道 但不為政治標籤的網紅 全都表示興奮 波特王懷疑郭台銘在玩大型社會實驗 人選之人美術方序中求郭爸爸冠名贊助 鄭韻鵬幕僚韓景勸紅友宜 公布副手勢代理人來搬回一城 可可導演蘇三毛接力說 文哲這樣你只能選呂雪凤了 戲劇呢其實就是就是社會運動 烂佩霞真是有備而來的 最後用賴佩霞的歌送給兩位吧 三里娛樂新聞祝您旅途愉快報導